小朋友,今天老师要跟你们分享的信息是 爱仇敌 爱仇敌 小朋友,什么是爱仇敌呢? 爱仇敌就是我们要爱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 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爱那些欺负我们的人 现在你们想一想,在你们的心里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呢? 首先,老师在这里要念几节圣经经文给你们听 听一听主耶稣在爱仇敌对我们说什么 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 这听到的人 你们的仇敌要爱他 恨你们的要待他好 二十八节 祝主你们的要为他祝福 凌卫你们的要为他祝福 三十五节 三十五节 你们倒要爱仇敌 也要善待他们 三十六节 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要爱仇敌 小朋友 你们有好朋友吗? 为什么你会跟他们做朋友呢? 是的 我们的朋友都有一个特征 就是他们全都友善又可爱 原来 原来我们都很爱跟友善讨人喜爱的人做朋友哦 但是 小朋友 你们猜一猜 主耶稣是不是也希望我们只跟友善可爱的人做朋友呢? 小朋友 你们看看图中的两个小朋友 你会选择跟谁做朋友呢? A朋友还是B朋友呢? 我相信你们都会选择A做你们的朋友 对吗? 因为B朋友看起来不可爱 可是呢 我们的主耶稣就不一样咯 他希望我们都跟他们两个做朋友 主耶稣不但要我们跟可爱的人做朋友 主耶稣竟然还要我们跟这个看起来很顽皮 又不可爱的人做朋友 主耶稣竟然还要我们跟这个顽皮 又可能经常欺负别人的人做朋友 主耶稣并不是想要我们学习 他的那些不可爱的那些不可爱的那些不可爱的行为 而是希望我们能学像上帝一样 不分彼此的爱每一个人 我们要爱那些爱我们 待我们友善的人 是十分的容易 相反的 我们要爱那些不友善 或是曾经欺负过我们的人 却是非常的困难 小朋友 你们说对吗 但是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上帝赐下阳光 使可爱的人和不可爱的人都得到温暖 主耶稣又赐下雨水 无论是水 都能享用到充足的水 这告诉我们说 上帝爱世上的每一个人 主耶稣也希望我们学像他一样 用爱来善待所有的人 小朋友 你们有见过水稻吗 你们看看 这图片里的就是水稻 水稻需要有足够的水 才能生长哦 有一位信主的黄爸爸 有一块田地 在山的上方 他为信主的邻居 林叔叔 他的田地 在山的下方 这年 他们两人的田地 都种上了水稻 但是 有一次 天空已经半个月 都没有下雨了 田地都缺水了 他们要想办法 把水 浇灌到 稻田里去 不然的话 稻谷 就会 枯干了 于是 黄爸爸 不计 辛苦的 下山 挑水 浇灌田地 他的稻田 终于 装满了水 第二天 清晨 黄爸爸 去田地 一看 啊 不得了了 水已经被 下方的林叔叔 挖了一个沟 把水 引到他自己的田地里去了 于是 黄爸爸 只好 又辛辛苦苦的 把田地 挑满了水 随之 水又被 林叔叔 挖了一个沟 把水 引到 他的田地里去了 黄爸爸 面对这样 无礼的邻居 让他想到 主耶稣的话 你们 倒要爱仇敌 也要善待他们 黄爸爸 只有 很缺的祷告 求主 使他能 积极地 表现 主的爱 于是 黄爸爸 又去 挑水 浇灌 他的田地 而且 他还把 林叔叔的田地 也挑得 满满的水 哇 黄爸爸 果真做到 爱那 不可爱的人了 黄爸爸 的举动 终于 让林叔叔 知道了 黄爸爸 的爱心 感动了 林叔叔 林叔叔 终于 悔改了 他不再 偷 黄爸爸 的水了 他自己 也下山去 挑水 浇灌 他的田地 是的 小朋友 我们 我们身边 有各种 不同性格的人 我们要跟 可爱的人 做朋友 是非常的容易 如果 要我们跟那些 不可爱的人 做朋友 真是非常的困难 但是 主耶稣 却是要我们 学像他一样 去爱 每一个人 无论他们 可爱 还是不可爱 让我们来一同 背诵 今天的金句 我们应当 彼此相爱 约翰一书 三章十一节 我们再来 背诵一次 我们应当 彼此相爱 约翰一书 三章十一节 小朋友 今天 我们来做一张 心意卡 送给一些 自己 很少关心 或者 从来 没有关心的人 制作 新意卡 非常简单 首先 我们把 A4纸 折成 四半 把 四分之一的 纸 剪下来 就像 这样 再预备 颜色纸 剪下 四条 纸条 再把 这四条 纸条 粘在 这张纸的 四周围 做装饰 之后呢 我们就把 所要关心 朋友的名字 写在 上面 这里 我们要关心 他的话语 我们就写在 中间 然后呢 你的名字 和日期 就写在 下面 这里 最后呢 你就画上 美丽的 图画 新一卡呢 就完成了 这张纸条